指揮中心已經有詳細的回應 大家都看到事實狀況 現在也看到疫情有了控制 完好的發展 最重要 我們因為變種病毒室內 全世界都受到很大的衝擊 台灣也不例外 但非常感謝國人同胞的支持 地方政府的努力 全國一致 雖然我們還沒有三級警戒解除的條件 但是已經看到相當的穩定 像我們南南市防疫工作就做得非常的好 我們黃市長帶著團隊非常努力 像切成數就非常少 那我們也看到現在 我們雖然不能解除三級警戒 但是可以我們彈性的調整 但因為白宮萬葉 各方各面 不是一次就能做到 所以我們昨天公布的規劃是一定要做到 而我們其他彈性調整的部分 是一個指引 那各界有不同的情況 有些也讓地方政府可以視各地不同的情形 來做相當的彈性調整 而疫情指揮中心也收集各方的資料 我也要求各部會 就各地的業者民情緩應 我們隨時調整滾動檢討 會到13號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會再做各方面的調整回應 指揮中心已經有詳細的回應 大家都看到事實狀況 而當市場情緒爆發的時候 我立刻指派陳時中部長 陳吉仲主委 王美花部長 還有王必勝執行長到現場 同時相關的因應作為立即進行 現在也看到疫情有了控制完好的發展最重要 我們看到美國在拜登總統上任後 更進一步的在各個方面非常細緻的 對台灣的外交空間 對台灣的區域安全 甚至於對台灣的疫苗需要 為台灣發聲 為台灣出力 甚至於即時地派跨黨派的參議員 坐著經濟到台灣來宣布 而後來所運送來的疫苗 更是三倍以當初承諾的數量 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是用實際的行動 一步一步的讓世界更看到台灣 更給台灣非常有力的支持 至於我們的友好國家夥伴們 要怎麼樣戰略外交 整個應對 我們都非常尊重 台灣最溫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這裡 訂閱三立新聞網 YouTube 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三立新聞網APP 即時新聞和露階